今天我们要来讲齐泽克 在这个 性与失败的绝对里面 他提到的四种面对创伤和痛苦的本真姿态 四种 面对 创伤 痛苦的 本真姿态 四种面对创伤与痛苦的本真姿态 那么我觉得这四种面对创伤与痛苦的本真姿态 是可以对应于性化公式的四个公式的 就是对应于 人类对待一种 性化机制 就是人类会变成男性和女性 人类他的爱欲会被符号系统载制 他的性欲 他的身体轮廓 性真化 自我认同 核心自我认同 会被一个爱欲的符号系统所载制 这个就是性的爱欲系统 这个爱欲系统 它跑的四条底层代码 你被其中两条俘获 你就是男性 你被另外两条俘获 你就是女性 但是这四条底层代码都代表着这个爱欲机制 性化机制本身是不一致的 它是对应于这个的 我们就叫四种本真姿态 四种本真姿态 他面对痛苦和创伤 或者说是你要面对生活的那个非常难的一种时候 面对困境 面对别人对你欺辱 欺辱的时候 有四种本真姿态 第一种是伦理化 然后拒绝 拒绝道德 道德化 伦理化 拒绝他人对你这个事件的 把这个事件给他伦理化 把这个事件伦理化 这个创伤性的爆发性的事件 把他伦理化 把他绝对化 把他作为一个绝对的至高的一个事实 就他就是个事实本身 把他承载下来 他其实这个举的例子是一部电影里面的 这部电影讲的是两个 这部电影啊 是一部电影里面 这部电影有两个女合伙人 两个女合伙人 开了一家女子学校 开了一家女子学校 然后他因为其中有一个小朋友 他还是他的奶奶 有个小朋友 他 无意中撞见了这两个女合伙人 但是误解了他们在做什么 其实他没有在做任何东西 他没有在做任何事情 然后这个小女孩回去告诉他的奶奶 告诉他的那个祖母 这个祖母听了这个之后 就在幻想他们这两个女合伙人是不是女同性恋 然后就去举报了 举报了之后 这两个女合伙人其实他们 小女孩看见那个场景根本不是他们的那个亲密场景 但是而且这两个女合伙人他相互之间没有意识到彼此相爱 但是被这个祖母一去举报 这个时候女合伙人中间有一个 他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深深的爱着另一个人 那个他就受不了了 他以为他们是合伙关系 他以为他们是共同建造女子学校 是一种为了维护女性的这个独立的自尊 其中有一个就受不了了 上吊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存活下来的另一个 存活下的另一个 由于这个祖母诬告 存活下的另一个 他就 他就遭遇了 就是 就是他 就是其中一个女的 后来发现爱他 他没有立刻就结束自己生命 而是说和他摊牌或者怎么样的 和包括和其中一和那个存活下来 那个女的男朋友 他们协商这个事情怎么办 怎么办 发现那个存活下另一个那个人的男朋友 他就去 没事 这个事情没事的 我们会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这个男朋友想要把这个事情道德化 我们谈一谈 我们冷静一下 我们再面对这种创伤性的事件 然后这个男朋友跑了 走了 这个时候其实你就知道这男朋友再不会回来了 you will never get back 他不愿意和他去经历最创伤的那个瞬间 男朋友就跑掉 他把道德化的跑掉了 他再也没回来 然后存活下的另一个和有有那个比较意识比较脆弱的那个 他们就讨论这个情况怎么办 他也说我要静一静 我要静一静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他是知道这个静一静是什么意思 他有一个人静一静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知道你选择了通过某种极端的方式来抹平这个创伤你他妈你选的 然后存活下另一个他就走了走了之后这个另外一个他就啪擦把自己干掉了 就是也是背叛了这个事件 你知道吧 一个是这个男朋友以一种正常性关系的标准背叛了这个事件 他太受不了了 太他妈创伤 背叛了他和他的那个女友之间那种亲密关系 背叛掉了 这个另外一个明明爱着他的那个就是被举报了之后 忽然之间发现自己爱着他 这个虐恋受不了这种状况的 这个女的他也背叛了 他也他也通过一种方式逃避了这个创伤性的现实 他也逃避了 剩下来的这个你剩下来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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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活下来的这个 他就把这个事件绝对化伦理化坚持住 我就不给这个事件赋予任何的在你的道德评价体系里面的意义 因为这是个真实 这是个赤裸裸的真实 我就坚持住他就行了 然后后来他一直忍辱寒垢的就这样活下来 到后面这个女孩子澄清了误会 原来发现他们他们不是在干那件事 然后这个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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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的那个女的葬礼上 这个祖母就向他道歉 向存活下另一个道歉 这种道歉 这种想要把这种绝对的事件当成一个 这个祖母不应该道歉啊 他应该他应该也是付出同等的代价才对 他应该也去就是付出同等代价才对啊 了解吗 他出于一个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人因为你犯的这种错误 承受不住他其中的伦理化的那种激烈的痛苦 他他妈的虚伪的去寻求他的原谅 这本身也是一种虚伪的姿态 一种道德化的虚伪的姿态 他也拒绝了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你去一边滚一边去 然后电影的最后 这个存活在的那个两个女合伙人中 那个他就昂着头 一言不发的走过葬礼中 所有人走出去 他拒绝道德化 拒绝共同体认同 拒绝共同体的那种 那种妥协的那种 你好我好大家好 那种各退一步那种让同 这种姿态就是安提戈列的姿态啊 绝对伦理化姿态 拒绝共同体的道德化 拒绝编入共同体的服务系统 这就是这个绝对的现实 我就要把它支撑住 绝对的真实 绝对的事件 我要始终对它保持忠诚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姿态啊 如果这种姿态行不通的话 那么还有第二种姿态 第二种姿态就不是绝对伦理化 而是绝对的 就是绝对的唯我论化 绝对的 就是绝对的沉浸的啊 绝对的 沉沉浸 准备 进入到一种绝对的沉浸和准备当中 去 就是 用中国古话叫独与天地往来 与天地独往来 与天地独往来 第二种姿态啊 我们现在要讲第二种姿态 前面第一种姿态讲过了 我们现在讲第二种姿态 第二种姿态的话 就是齐泽克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 那个 走钢索大师 走钢索的一个大师啊 走钢索的一个大师 他到了这个美国双字塔 那个时候还没倒呢 双字塔 中间啊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走钢索的人 他到这个双字塔中间 他要去实现一项壮举 就是这个啊 怎么他就是他要进行长期的谋划 花了可能是一年多的时间吧 一两年的时间 一到二年的时间 花了一个长期的谋划 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在这个大楼管理方不知道的情况下 把材料都运进去 把人员都准备好 然后呢 好像是大楼知道了 知道了 应该是知道 就是 记不得 反正不管 反正他就是谋划了很久 就完全全身心的陶醉在这一件事情里面 然后他几乎成为这个一个建筑 建筑学家 他为了做成这件事 几乎成为一个建筑学家 因为他要 还要成为一个什么 就是空气动力学家 还有几乎成为他那个钢锁的 一个什么弹性动力学家 钢锁这种 就是这种硬力学家 就是钢锁那种弹力啊 硬力这些东西 等等这些东西 因为大楼本身建筑学家 他是会会会会会 大楼在风中 还还要变成一个气候学家 他为了实现 他走在大楼之间走钢锁 他学习准备了很久很久 全身心的沉浸在其中 就去做这一件事情 但是为了做好最后那瞬间的那个 可能就几分钟 几分钟走完这一程 他走了个来回 几分钟走这个来回 他准备了一两年时间啊 好像好像不止一两年时间 他要去研究这个双字塔 在风中的摇摆 风中的摇摆 导致这根这个钢锁的这个颤抖 他要用各种方式来模拟他 他有反复的练习无数次 但他有安全措施 有安全神在在身上 然后他还要那个 还要想怎么把这些设备都运上去 架设进去 他没有没有 他只有一次机会 好像是什么的 就是说完全沉浸在一整个自己构造的自己构造的一个目的论体系 构造的一个目的论体系中 自己构造一个完整的一个无所不报的非常 但是他他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的 他最后就是为了走这几分钟的钢锁 他要准备好几年时间 然后 最后最后 齐德克说他最后 在走上钢锁的瞬间 他的内心不会有任何的悸动 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悸动 他的内心是 极平静的 他的内心是极平静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好像只有他和整个世界存在 只有他和脚下的钢锁和大楼周围的这些风大楼 他无比的熟悉这一切 无比的知道他在这一瞬间他体验到的东西就是无比的真实 无比的他融入在这一切里面 因为这是他自己构造的一个目的论体系 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他自己构造的一个本体论 本体论宇宙 完全活在自己所创建的一个彻底的完整的纠集的一个世界当中 他有他唯一的一个目的性 他最后走着钢锁的时候就仿佛 这个世界是个唯我论世界 只有他和世界和他的世界和他所创造的编造出来的 创造出来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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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 他完完全就这个世界本身 他就是这个世界本身 这是第二种姿态 完全的沉浸世界化 把自己完全的世界化 完全的把自己世界化 这是第二种姿态啊 这是第二种姿态 就做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然后为了最后得到那个表演性的瞬间 那个机缘性的 那么一个最至为宝贵的那那那几十分钟 或者那一天 你为他做了极为深重的一个准备 这个就就就好像那个杀谈成那种方式 杀成啊杀谈成杀话 做好一切的目的论准备 然后最后体验那一瞬间 在那一瞬间的时候 你的自我是 自我中心性是消散在你所布置的这本体论 本体论的这个境遇当中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是克服了自我中心 克服了自恋 克服了那种虚伪的 完全是彻头彻尾的 你就是你和你周围的这一切都是同样的东西 你和这个物是同样的平等的存在 那么这个这是第二种啊 那么第三种本真性的姿态是 就是形式化 完全的形式化 完全的形式主义 一个非常荒面无异的形式主义 其实这个也是举了一个例子 用的是一个电影的例子 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基本上是一个什么诗 就是女儿被被 就尸毒 就是女儿就不幸去世了吗 尸毒尸毒父亲 尸毒父亲 然后尸毒父亲想要去追寻凶手 最后那个呃 在过程当中 他又遇到另外一个 那个人也是个尸毒父亲 然后这两个尸毒父亲就在一块 两个尸毒父亲就在一起啊 胸头已经被干掉了 两个尸毒父亲就在一起想要怎么来 生活还要继续怎么来摆脱这种创伤 怎么来摆脱这种痛苦 那么其中一个就告诉他我有个办法 行得通 就是用了他那个家族里面所传承下来的一种家庭成员去世了之后 家族传承下来的家庭成员成员去世之后 用一种仪式 那个仪式我记不到 他又用什么纸怎么来划一下 然后再怎么把它烧掉 就用这种仪式 这个仪式他们都是清醒的意识到 它是完全的形式化形式主义 但是这种形式化形式主义有个前提 就是你要清醒的意识到 这要最为清醒的意识到 不能有任何残余的一种相信 他还有什么用 不能一点点都不能相信 你越是不相信他没有任何用处 你越是最清醒的把它当成一个形式主义 你他这个效果越好 你越是不相信他有任何调用 他越有用 越是清醒到这只是形式 这只是一个形式 空泛的形式 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形式 他的没有任何意义性 这个无意义性本身 这个否定性本身 能够帮你扩清你的生存的压力 能够让你扩清你的痛苦的创伤 能够这个东西毫无任何意义 反过来反过来回推回去就觉得 创伤本身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 创伤本身可能也没有额外的生存的意义 所以他的效果要起效果 就是要完全的彻底的一个形式化的一种仪式 通过一个仪式 所以形式化要写成仪式化 这个仪式越是没有任何意义 它越是有作用 然后这个师徒父亲 一个老资格的师徒父亲 就去带着新的女儿死掉的父亲 去做了一个很无聊的很没有意义的仪式 做了之后他觉得好多了 他觉得生活可以继续的 然后他就和他那个 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另外一个女的 他的女伴就过上了生活 过上了一个可以继续重新开始的生活 这是第三种完全形式化 把一个毫无意义的荒谬的形式 但是就把他作为一个最小短路的 但是作为一个最大的否定性 去这样去把他作为仪式去演他 就是在面临极大的创伤啊 我说在这个方法面临极大的创伤 比如说 你这是个很亲密的人离世了 你就可以学有一个 我记得老年福尔 老年福尔摩斯拍这部电影里面 他有个小男生 那个小男生分不清蜜蜂和马蜂的 那个老年福尔摩斯 他就是摆了几块石块 摆在那边 他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 哪个哪个民族的人 教的我一个仪式 家里面有人去世了 就把这个石头摆在那边 假装是他的灵魂 然后你就坐着坐在地上 然后拍手 然后对他对这个石头 说什么啊 就这样说话 或者对他进行心灵交通 直接心灵沟通 这种仪式越是没有用 他越是有用 你越是清醒的意识到 这只是个仪式 他越有用 可以吗 这是 这是有点算是赖皮了 偷跑了 足底性在这里 我们起到 用的是一个辩证法的姿态 因为创伤本身最核心内部 它是仪式性的 它是形式 它是个纯形式 Pure Form 而且是回溯性建构 它的实体性的 回溯性建构 它内容的一个纯形式 通过把感知到 就是意识精确的切证 形式本身的荒谬性的话 我们可以从生存的创伤当中舒缓解脱出来 可以使得受到创伤应激障碍的这种符号学结构 得到重新的诊斥 越无用越有意义 越无聊越有意义 然后最后是第四种 第四种就是 其实是第一种的一个 对于第一种 第一种它是拒绝道德化 对不对 拒绝道德化 拒绝这个共同体的那个 共同体的价值 价值 我们可以写 甚至可以写价值招安 或者共同体的价值注册 拒绝把那个事件 那个 本真的事件 本真的事件 给它注册到一个 共同体的价值序列里面去 拒绝这样做 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四种是和它类似的 是怎么做呢 第一四种是 把共同体 把共同体 编入 一个 把共同体也编入一个 就是 就是你也是有罪的 就是罪疚性 把共同体本身 共同体当中的看客 把那些看客 那些看似中立的 那些看似良善的 那些实质上也在消费 也在榨取的那些人 编入一个罪疚链条当中 罪疚链条 编入一个侵害和罪疚链条 没有人是无罪的 所有人的手套 手上都沾有 如果这个世界归根结底 是一个充满了创伤的一个世界 每个人都要负责的 每一个人都要为每个人罪恶 为每个人痛苦要负责的 这是第四点 第四点的话 其实这个举个例子 就是那个一个 法国剧作家 一个剧作家 他写了一个剧本 就是他编了一个剧 编了一个剧 这个剧里面 一方面是表示这个 就是剧情本身 剧情本身是一个 一个这个间谍 被一个正义的间谍 正义的间谍 被不正义的不正义的一方 比如说纳粹尔所鞭打 所刑讯 很痛苦 就是一个无辜的人 可能不是一个间谍吧 是一个无辜的人 被不正义的 那些很残暴的那些人 那些掌权的 纳粹这些 在伤害 这是他的情节 那么这个剧 还有另一方面 是他的形式 他的形式就是 实际上这个剧 另有一层含义 就是说演员在舞台上 演员演这个戏是很难的 他很痛苦 演员被导演 演员被导演啊 演员被导演给 在彩排排练过程中 在那种严格的艺术要求当中 演员是无辜的 被导演那样去 就是戕害 被导演所折磨 导演折磨 折磨演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看客 观众啊 那些观众 那些看客 他们就会过来去欣赏 别人的受虐 欣赏啊 有一个无辜者被施虐 欣赏有一个不正义者 有个邪恶者 在折磨别人 观众和看客 就可以来同情怜悯他们 来宽恕罪恶者 同情怜悯那些无辜者 受害者 观众的那种 就得到满足对不对 观众就得到了满足 观众就得到满足 那么 这个导演是如何做到本真的呢 他做的方法就是导演 让演员在最后 这个剧情的最后一幕中 最后一幕中啊 演员直扔扔的 直扔扔的 扔他妈的我都不写了 扔扔的 扔扔的 盯 盯着观众 盯着观众起 观众在这个锁链里面 你看一环套一环的 观众是不是也是一个施虐者 他花钱 豢养 供养 这个 这个 这个表演形式 观众也是榨取 这种表演形式 给他带来的快感 观众花钱 就是 这个导演 他在事后的采访中就说 我这样做 安排最后这么一幕 最后这么 这么一出 就是要让这些观众 他们没有搞定我 他们没有通过 他们没有让我感到良心上的折磨 你没能折磨到我 就像导演折磨到演员 就像这个不正义的那一方 残暴那方折磨到一个无辜者 观众想要 同情这个演员 谴责这个导演 或者说怜悯这个导演 或者说可以宽恕这个导演 而让这个导演感到痛苦 感到感到自卑 你看我想表示表 我想通过演出演出这么一个东西 反而让我自己演员 我自己变成个残暴的施虐者 演员变成受虐者了 观众这个时候恰好再过来 再去 再去宽恕导演一番 再去观众来当圣母 来满足他一下那个那种虚伪的那种爽感 虚伪的那种怜悯演员 谴责导演 诈取道德价值 诈取道德同情的那种自我良好感觉 鄙视或者说 把它看成是一个次异等的一种人格 来来来宽恕他 导演在这里表明 你们这些看客的这些视角 这种内心的这种享乐 并没有让我感到折磨 你没有让我感到痛苦 我不需要你的宽恕 我不需要你们这些虚伪的人的宽恕 我不需要你们这些虚伪的人的认可 我不需要你们这些虚伪人的认同 所以他让这个演员最后直伦伦的盯着的是那些观众 你和我一样虚伪 你们这些观众花钱 布尔乔亚坐到这个戏院里面去观看这种 一个表演形式里面 一种包含压迫 包含创伤 包含无辜者受苦 才构造出来的一个艺术产品 你们也是一样的 你们也是在通过这种娱乐活动 在满足你们虚假的可怜的道德上的自我优越感 艺术上的自我优越感 情感上的一种什么一种圣母感 你们也是脏的 你们也是这整个罪恶链条的一部分 你们也是个采购方 你们也是罪恶链条的一部分 通过这种方式 这个导演就成功使得这些观众看客 法国的小布尔乔亚或者拿国家 我记不得到 他们也被编入 甚至和一开始那个间谍被刑讯 一样的那个链条里面去 把这些看客中立良善 看似他妈的洁白手不脏的这些人 也清楚的意识到 也通过一种绝对的一种姿态 我绝对不投降 我绝对不低头 我这个导演我绝对不对 我绝对不迎合你们那种恶心的虚伪的 那种自我陶醉的道德情感 我绝不 我还要反过来死死的盯住你们 我还要把你们拖下水 我还要让你们知道你们一样虚伪 通过这种方式 他把那些自以为手不脏的人拖进 一个链条当中一整个链条当中来实现一种尊严和平等 通过这种方式 拒绝道德的话 特别是拒绝一个手不脏的一个洁白的理想的一个道德高地 一种可以观看别人对别人施加以怜悯投射以宽容的那个道德高地 把这高地上的这些公子贵族小姐给他拉下来 通过艺术的方式 通过一种 通过一种爱欲辩证法的方式 要通过一种艺术化的方式 你要想到那个契机 想到那个方式 所以这个导演在前面还得那么演 但是在最后一个瞬间 他就吓到这些 陶醉于他的那种自恋状态的那些人 他又让他们知道 You don't make it You don't get me 你没有搞到我 他们要让他们知道 了解吗 你只有一个瞬间 最后这个方式只有一个瞬间 他的本真的先底牌的只有一个瞬间 可以把高高在上手不脏的 自以为中立洁白的良善的那些看客 拉到泥潭里面 让他知道 这泥潭是他骑在那匹马拉出来的 这泥潭就是他自己身上抖 一边走一边抖下来的 好吧 这是四种本真姿态 四种本真姿态 第一种是伦理化 就是超道的话 第二种是这个世界化 自己沉浸到世界当中 第三种 第三种是这个仪式化 第四种叫共罪化 共罪化 共同沉浸在一个锁链里面去 就是污染他们 让让他们也尝一下 就是他们的牙 他们那个床上被被打滚的滋味啊 这四个里面 他伦理化的姿态非常明显 是对应着这个这个 安提歌涅对不对 安提歌涅 伦理化的姿态是对于安提歌涅 就是世界化姿态 他们的女性性 男性女性性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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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弄一下的啊 就是世界化的姿态 仪式化的姿态 仪式化的姿态就是有一个例外 有一个例外 有一个例外 这是个男性性的 仪式化姿态是有个例外 是男性性的 世界化的姿态是 就是世界化姿态应该也是 就是性化公式 我们回忆一下 男性这一侧有两个性化公式 一个是就是一切都服从 都都都都服从这个符号学规则 符号学规则 符号学规则是整全的 然后但是有个例外 有一个例外 就是课题小A 有个例外 女性性是没有例外 我他妈不要办这个例外 但是 没有东西 不服从 啊 服务学规则 没有东西不服从 服务学规则 服务学规则在双重否定意义上 它是not all 它是整全的 但是它的整全性是没有例外的 它本身没有一个载体 没有一个 它是一种暴力 那么好的 我们这里很明显可以把共罪化 对应起来女性的第二种 女性的第二部分 没有东西不服从 服务学规则 没有东西不服从 服务学规则 不服从 飞了斯规则 飞了斯 飞了斯就是那个性化机制 没有东西不服从性化机制 这是个女性 共罪化是女性化的 然后那个没有例外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例外 没有例外 有一个例外肯定是对应这个仪式化的这种方式 有一个例外对应着仪式化 什么 最后它是两个父亲 两个父亲 一切都服从服务学规则 everything都服务 都服从服务学规则 这里应该是这个世界化 世界化 世界化 不停的谋划一个整全的一个世界 一切都被料到 一切都被精心 体察好 然后在最后那一身 处在一个有种无我的那种状态 一切都服从服务学 然后没有例外就是这个 没有没有例外就是这个伦理化 伦理化 安提哥林的姿态 绝不让步 no exception 绝不让步 就是绝不动摇 绝不放弃 没有例外 就是把他的欲望坚持到底 把自己欲望坚持到底 把欲望坚持到底 所以在齐泽克那边 拉康的这个本真性啊 拉康的本真性 齐泽克之前总结的只有这 第一个 其实他不止第一个 他一共有四种 四种的话对应的性化机制 性化公式的自个公式 四种啊 四种是什么 我已经给你清楚的讲清楚了 如果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创伤挫折 你不妨尝试一下 那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这不是我要告诉你这些就是对的 或者怎么样的 这是我们通过大量的哲学反思和生活 抉择学到的这四种方式 世界化意味着学习 仪式化意味着就是能够通过一种技巧 降服自己技巧 无用的仪式 但是它能起到好作用 共罪化意味着大胆勇敢 伦理化我觉得意味着就是 伦理化意味着忠诚 而这共罪化意味着就是一种 一种平等精神 一种大胆勇敢的平等精神 你不要装成什么他妈的好货 不要装成好像你的手从来没脏过 你的位置是怎么出来的 也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涌现出来的 这四个四个本质性姿态缺一不可 我觉得我始终认为 现在我们应当中间这两个 We have to 我们现在还是得坚持中间这两个 还是得坚持中间这两个 还是得在现在目前 还是得坚持男性性的这两侧 他们是一样本真的 男性性的这两侧 虽然相比女性性 它是二阶的 它是一阶的 但是这两个 你把它作为伦理姿态去坚持 本它也是 它是比较原初的 它是也比较原初的 世界努力的去构造一个自己的目的论体系 本体论架构 关于整个世界的一个理论体系 然后在最终最终要派上舞台的那 高光时刻或者怎么样 那个完全沉浸在那 那种自我和世界的关联当中去实现自己 仪式化 通过一些仪式 通过一些技巧 让自己从一些致命的创伤痛苦当中 能够缓和出来 能够重新 重新恢复功能 这这二和三很重要 very 非常重要 我觉得在现在二和三比一和四还要重要 我认为还要重要 好吧 来讲到这里 我认为还要重要 你能做什么 我认为还要重新恢复 我认为还要重新恢复 我认为还要重新恢复